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近平很得意 经专国家峰会上推广治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与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 进行第14次经专国家领导人会晤 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 本次峰会以开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为主题 在北京峰会召开之前 中国官方媒体称赞经专国家促进了 具有非西方风格、形式和原则的多边合作 并强调了该集团在美国拉动西方盟友 反抗全球之际的重要性 5月 习近平呼吁该组织 摒弃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 共同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 那巴西、中国、印度或南非的领导人 都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 今年早些时候入侵乌克兰的举动 分析人士就称 在欧洲战争和中美经济脱钩等 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 2022年峰会会为北京提供一个及时的平台 以提倡其对如何开展国际关系的愿景 那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 黄延中就认为 金端国家是中国对北约复兴 及其增加控制权的印太机制的一种外交反击 那亚加达东盟秘书处 政治安全共同体前主任 帕金贝也表示 北京将利用这次峰会强调 和批评美国对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个人 和实体实施的制裁无处不在 那除了批评美国 预计中国还将突出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 今年的议程涵盖了一系列的主题 那但将特别强调更新多边主义 以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深化气候行动协调 以及加强在流行病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协调 印太问题专家加拿大沃泰华麦克唐纳 劳里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提芬纳吉就认为 目前对北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 是全球经济复苏和保持市场开放 那中国经济的繁荣依赖于国际贸易 各国有意识地将其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 并形成了新的标准制定协议 例如印太经济框架或主动建立相互贸易的联盟 以确保安全可靠的能源流动 关键材料、矿物以及稀土材料 纳吉就表示北京希望阻止这种情况 他认为任何扭转从全球经济中孤立中国的势头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竞争值 黄延中就说他预计经济复苏将成为首要问题 公共卫生紧随其后 中国在5月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上 提议扩大金砖国家集团 尽管该建议受到其他成员国的欢迎 但尚未正式宣布新成员可能会是谁 那然而一些分析师就认为 中国可能需要努力让金砖国家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因为竞争对手正在与中国竞争对新性经济体的影响力 纳吉也说 中国通过金砖国家推动的大部分活动 对新性国家具有吸引力 但北京面临的挑战是 他们有越来越多的替代方案 无论是强调基础设施联通性 标准制定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医疗基础设施 良好的治理工具 或替代融资 那以及日本主导和欧盟主导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 那这场竞争可能会推动中国在与一带一路倡议 和亚洲开发银行相关的协议上 做到更加透明和基于规则 那即认为这对于外部削弱他们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很重要 日元太疲软批评者抵制岸田 那日本参议院选举的竞选活动已经启动 当前正值首相岸田文雄抵制 对他继续支持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批评 人们担心此举会加速物价上涨 那岸田在周二与其他八名政党领导人的电视辩论中 为政府的做法进行了辩护 那这标志着为7月10日选举做准备的竞选活动开始 那最大反对党立线民主党领袖 全建泰试图使用岸田通胀一词 那利用近期物价上涨 较弱首相拥有的相对较强的支持 那作为回应 前银行家岸田表示因维持目前的政策 同时重申高利率可能对小企业和房主造成危害 到目前为止岸田一直支持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延的政策 包括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 那对通胀的焦虑给选举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而执政的知名党在几周前似乎肯定会比较大优势获胜 虽然参议院的权力较小 但令人信服的胜利将使岸田能够将另一次选举考验 推迟长达三年 那并避免他的许多前任通过的旋转门 那日本分裂且不得民心的反对派 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利用知名党的斗争 日本经济新闻报 6月17日至19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就显示 43%的受访者计划投票给知名党 其次是日本创新党10% 和立宪民主党8% 知名党的联盟伙伴公民党 获得了6%的支持 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加剧了日本对中国可能对亚洲领土 采取类似措施的担忧 岸田也将就防务政策与对手展开较量 作为回应 曾经各派的岸田已经承诺大幅加强该国的国防 并相应的增加支出 知名党的政策纲领 要求牢记北约提出的国防开支 占国内生产种子的2% 以及获得应对导弹袭击能力的目标 尽管如此 岸田周二就表示 政府尚未决定军费开支目标 立宪民主党的政策 与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传统密切相关 那在这个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 可以提供多少资金 或者如何使用这些资金 还有待观察 俄罗斯发动袭击4个月后 民意调查就显示 选民的优先事项 正逐渐地从国家安全 转移到整新经济等 与钱包相关的问题上 那在供应紧缩和成本飙升的情况下 政府督促消费者在今年夏天减少用电量 那知名党就誓言在核反应堆 宣布安全后将其重启 该国对核能的抵抗力正在减弱 即使福岛曾在2011年遭受过核灾难的创伤 那相比之下 反对党立宪民主党誓言要走向一个 没有核能的社会 岸田就表示核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确认安全后 他想继续启动它 金正恩紧急会议应对可能战争 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召开高级军事官员会议 讨论国防政策和持续的军备建设 那此前朝鲜今年进行的一系列弹道导弹实验 激起了与华盛顿和首尔的紧张关系 那朝中社周三报道称 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主持了周二开始的执政党 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 审查了2022年上半年的国防工作 并确定了扩大军事能力和实施重点国防政策的关键和紧迫任务 该报告没有具体说明任何计划 也没有提及对美国或竞争对手韩国的批评言论 那美国和韩国两国官员表示 最近几个月随着金正恩升级边缘政策 旨在巩固朝鲜作为和大国的地位 并从实力地位谈判经济和安全让步 平壤可能正准备进行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实验 朝中社也报道称 委员会开始讨论提出的议程 并表示会议可能持续数天 那韩国失踪研究所朝鲜研究中心主任郑香昌表示 成员们可能讨论武器开发的进展 并计划部署最近几个月已经测试过的一些系统 包括据称的高超音速导弹 远程巡航导弹和该国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 金正恩在2021年初宣布了一项五年武器发展计划 当时他透露了一份广泛的先进军事资产愿望清单 朝鲜加大了测试活动的力度 包括战术核武器和动力潜艇 多弹头导弹和固体燃料远程武器 那此次会议之前 朝鲜本月早些时候举行了另一次重大政治会议 面对他所说的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 金正恩加倍加强军备建设 并提出了他的武装部队和军事科学家 要执行的进一步军事任务 朝鲜已经在2022年上半年创下了弹道发射的年度记录 在超过18次不同的发射活动中发射了31枚导弹 那其中包括了近五年来首次展示的洲际弹道导弹 上周韩国军方还发现其北部邻国向海中发射仪式炮弹 那专家就称朝鲜异常快速的核实验步伐 凸显了金正恩推进其核武库的双重意图 并就长期停滞不前的核外交向美国总统拜登施压 虽然美国曾表示如果朝鲜再次进行核实验 他将推动进一步的制裁 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分歧 使得采取有意义的制裁措施前景不明朗 今年俄罗斯和中国否决了美国增加制裁的提议 并坚称华盛顿应专注于恢复对话 阿富汗强震情况严重 阿富汗东部靠近巴基斯坦边界的山区 霍斯特省和帕克提卡省周三凌晨发生强震 阿富汗官方新闻社表示 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000人死亡 1500人受伤 是该国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周三凌晨4054分 阿富汗发生强烈地震 震源位于阿富汗霍斯特省西南部 那临近帕克提卡省 邻国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表示 6.1级地震的正央位置 位于霍斯特省西南50公里 这级强度的地震会对发生地区 不够坚固的建筑物造成严重破坏 并常会引起山泥倾泻 那专家就表示这次的地震的深度只有10公里 也是造成严重破坏的另一个因素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消息 在此次的地震中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与印度部分地区均有震感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讯息网 则指地震强度是5.9级 那半岛电视台消息就称 阿富汗当地至少有100间房屋被毁 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废区中挖掘尸体 当地救援队正通过直升机救援 那来自帕克提卡省的影片显示 伤者被抬上直升机并运离当地 其他人则在地面上接受治疗 不少伤者被抬上直升机后送往医院 那灾情严重的帕克提卡 资讯和文化部门负责人 胡扎法就称 民众正一个接一个地挖着坟墓 那当地还在下雨 所有房屋都震毁 民众仍被困在瓦砾堆之下 那塔利班副发言人卡利米通过社交媒体 督促所有援助机构 立即派出团队前往该地区 以防止灾难进一步恶化 当地官员就称 如果不提供紧急援助 死亡人数有可能上升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 OCHA 已经在第一份回应声明中表示 人道合作伙伴正准备与塔利班当局协调 协助受灾灾民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指出 直接寻求包括紧急创伤照护 紧急避难和非粮食物品 粮食援助 还有水 公共卫生等资源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若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